九巴的所有过海隧道已经停洗 其余所有隧道巴士线会在半个钟头之后停洗 以下的路线也都会停洗 中巴就只有14条线维持有限度的服务 城巴方面 部分过海隧道巴士线已经陆续停洗 市区部分地方的巴士站见不到排人排队 地铁维持每4分钟一班车 电车就维持有限度的服务 九广铁路和轻铁维持每10分钟一班 但轻铁的接驳巴士就已经停止了服务 另外有37班原本飞来香港的航机 要延迟或者转飞其他地方 又有6班来港的客机取消 包括联合航空公司原定途经香港转飞三藩市 以及加拿大航空公司途经香港去温哥华的班机 另外11班离开香港的客机取消 30班离开香港的航班需要延误 现在目前仍然悬挂8号风球 再有新的暴风消息 我们随时为大家报告 天文台说台风维克托系逐步逼近本港 风力继续增强 现时维克托系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10公里 向北移动时速18公里 今晚会在珠江口附近登陆 并且会非常接近本港 现在本港的风力每小时达到63至87公里 市区经常是普遍吹裂风 而由于海面非常之大浪 当局呼吁市民要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 不过仍然有市民去海滩看浪 李慧真是去过石岸海滩看过来的 恶劣的天气令到海面非常大浪 跌浪有整整个人这么高 在大风大雨之下 仍然有不少市民去到海滩玩冲浪 也有市民趁着大风浪玩滑浪风范 有市民说 这么大浪很难得 所以要出海玩一下 而有情侣就趁着这一个时间 去到海滩观赏风景 亚洲电视记者李慧宁报导 香港在台风吹袭之下 很多经济活动都暂停了 商业区的中环也变得冷清清 到现时为止 已经改挂了九号风球了 在中环上班的白岭 在今日中时候 大部分都经意上班回家 除了零零星星的路人暮雨赶路 原本非常热闹的中环心脏地带 变得冷冷清清 中环的店铺几乎全部都关门 很多亦加上防风措施 青山公路12米半 有一幅斜坡发生山泥倾射 当局要封闭一段出九龙的行车线 在强风吹袭之下 港九新界发生了多宗碰棚架和碰树架意外 有李敏华 观塘秀博平道近秀博径33座 准备清拆的大厦外场的棚架 由于抵受不住强风 部分的棚架跌了到马路 而其余部分就在半空摇摇欲坠 警方一度封了一条行车线 另外土瓜环到94号 外场的棚架也被强风吹下街 工人忙于清理 跌下来的棚架连同碎石散布在马路上面 另外新浦江五方街一间工业大厦的顶楼 就有石屎剥落 连买一些杂物掉落马路上 而在洛富杭林街就有嵌树意外 阻塞了一条行车线 在赵早红磡大厦街附近 一个一米成米半的招牌 抵受不住强风在半空摇摇欲坠 亚洲电视记者李敏华报道 再来提醒大家 天文台下午5点刚刚改挂9号风球 下一次的风暴消息是5点半 再提醒你一次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告 9号暴风增强讯号 9号暴风增强讯号 在下午4时50分悬挂 你看着的是亚洲电视本港台 魔法骑士是由 在下午4时50分悬崗强讯号